不,爸,有冷气的家庭还是少数,其实美国并不是像许多人想的那样天堂人间。 我从前看美国电影总以为在那边,每家房子都像比佛利山区的房子一样,风景都像日落大道一带一样,每人都有钱,事实上才不是那样的吧。 芝加哥三十几届到四十几届一带的脏和穷,比我们这个巷子里头还剩十倍呢。 别说了去洗澡吧,天磊,以后慢慢有的是时间跟我们谈美国,洗了澡去,余山他们一家不久就要来了。 说到余山两个字,夫妇俩不自觉的对看一眼,然后做母亲的望着天磊的背影加了一句,他本人和照片差不多吧。 天磊转头看了看他父母。 嗯,就到他自己的房里取取换身衣库去了。 还没有进去,却愣在门口。 六个塔塔米大的小屋与他离去时一模一样,靠窗摆着他那张霞床。 床架上牵着那只弯井子的台灯,铺在床上的凉席,靠枕头处有堆褪了色但仍存痕迹的蓝墨水。 那时有一次,梅与来她房间,两人坐在床上聊天,她要在她的书的第一页上写,梅丽,谋天磊未来的太太。 梅丽不一,却抢她的笔,不知怎么一拉扯,笔里的墨水都给挤了出来,留在席子上。 以后,每夜睡在床上,她都把枕头堆到一边,将脸贴在那一滩蓝印上,想着梅丽生气时,眼里闪着气恼,而嘴角还挂着爱的样子。 现在,一看到这张席子,几年来苦苦忘了的与梅丽的一点一滴,四面八方地流到她眼前。 她把头枕在纸门上,挡住脸,穿过门上的脖子,她看到床边的小书桌,书桌上的玻璃板,板下压着的一张大四下的课程表。 课程表边上,压着三张细长的纸条,上面写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已于人,己欲有,以及富及去国,虔诚如景。 她抢上一步踏进小房间,向案头仔细寻索。 梅丽那一张戴了草帽,穿了运动裤的照片,已经不在了,只有她自己那一张还在。 那是与她一同去关子领时拍的,细细的,不算高,但不矮的纹弱身子,穿在一件与她气质迥异的套头运动衣裤里。 戴了一顶鸭舌帽,松大的遮去了她长方形的脸的三分之一。 细致而稍显迟疑的五官,细白的手指指着一根刻着关子领三个字的手杖。 她转过身,寻索书架边上的墙上,那两根棕黄色的手杖居然还在,一根是她的,另一根属于梅丽,大概她母亲大意而没有收起来。 她走过去,把属于她的那一根拿在手里,放在掌心轻转。 那是去国前,受了梅丽的怂恿,两人瞒着家里到关子领去旅行之后带回来的纪念品。 手杖十分光滑,有点像梅丽后颈上的皮肤那样滑手。 她猛地把手杖放开了,摔在她母亲在她回来前为她新换的地板上,发出怦然一声。 天磊啊,什么东西打坏了? 没有,妈。 那这衣服怎么就出不来了呢?水都快冷了。 来了。 她机械地蹲下去打开皮箱,平放在最上层的是一张放大五彩的照片,一扇的。 嘴角往上翘,眼角往下弯,没有露一颗牙,却满脸是甜甜的笑。 她取出来,立在书桌上,凝望着,说不出是哪一点,不是五官,也不是脸的架子,就觉得她和她记忆中的美丽有点像,说不出是哪一点。 所以,当她父亲在几年前将这相片寄给她,嘱咐她和一山仙通信,她就很急切地给她写信了。 她想起刚刚在机场,她朝她笑,叫她天蕾的事,显得那么自然。 而她在这几年内反反复复地想这件事,总觉得不自然。 一个是长得不难看而有博士学位的留美学生,一个是长得不难看而正青春的大学生,却需要靠这种不自然的方式来寻求爱情。 现在,她的回来,就是要证明这份爱情的确存在,也为了要给这份爱情一个圆满的解决。 但一进这间旧日的小房,房里飘着的却竟是十年前梅丽所留下来的回忆。 她将手杖扶起来,靠在床后面的墙上,用杖子挡了起来,然后把一山的照片立在岸上,挡住了 富极去国,前程如景,八个字。 洗澡房换了新式的白瓷浴缸,浴缸边上的墙上也挖了一个大玻璃窗,窗外是林家的侧面,晒着大大小小的衣裤。 隔着窗,传来隔壁的洗牌声,夹杂着女人的笑,男人的咳嗆,真正地回到了自己的地方的感觉,到这时才猛烈起来。 嗯,记得要问她母亲,隔壁住的是否还是十年前的江家。 洗了澡,刚把身上擦干,又涌出一阵汗,她踏着阿翠为她拿的日式拖鞋回到小房间,拿了东西到客厅。 第一件事就把电扇打开,当母亲端了一大碗绿豆汤来,立即把风扇给关了,说, 刚洗完澡,毛孔都是开的,怎么可以吹风? 诺,这是你最喜欢的绿豆沙啊,妈一早就蹲着,搁在冰箱里,你喝了就凉快了,啊? 她选了个看不到墙上照片的椅子坐了。 对面就是后院,一块小草地,沿着低矮的屋檐排着许多盆玫瑰,那是父亲退休后的职业, 种花养鱼,这时她正闲了烟斗,戴个斗粒丝的帽子在廊前浇花, 干扁的脸在冒烟的阴影里沉思,而嘴角却牵着不能自尽的笑容, 一定是为了她的归来。 她埋头在她母亲的注视下喝完了一碗,为了使她高兴,她说她还要。 她母亲的声音里满是欢喜,叫道, 哎,阿翠啊,再给少爷再盛一碗啊。 她喝完了之后,阿翠递过毛巾来, 她擦了嘴,掏出香烟来点了, 叼在嘴角,然后往后一靠, 半躺在沙发上, 兴奋之后的疲倦与松弛, 才像嘴上的烟雾慢慢地来了。 在北支城, 她住在一栋红砖四层楼的公寓里, 三间房加上一个宽敞的厨房, 客厅里是宽敞的沙发, 及一千五百美金的收银机。 厨房里是新式的电器设备, 但她却最怕回家, 最怕行在宽敞的卧室里, 面对渐渐梳醒的早晨, 与满市的寂寞。 有时下班之后, 她开车到郊区, 在无人的夜市, 逗到街上的灯, 一个个熄了之后, 才回公寓。 现在, 她坐在狭小的客厅里, 感觉到爱与关注, 从母亲坐着的方向流过来, 她简直不能想象, 自己会在那个公寓 消度过无数的日子。 她父亲进屋来, 脱了帽子, 洗了手, 抹了脸, 在她对面坐下。 她忙坐直了, 拿起刚刚从箱子里 拿出来的东西。 妈, 我不能多带行李, 所以没有带什么东西。 这支钻戒送您,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买什么好, 您带带看。 她母亲把嘴张着, 又是喜欢儿子的孝心, 又心痛儿子的用钱。 天磊啊, 妈都老了还带这个。 那有什么关系, 妈妈, 美国老太太年纪越大, 手上带得越多, 好像把家当都带在手上 才却放心呢。 那, 你看, 刚好, 你喜欢吗? 嘿嘿, 喜欢, 喜欢, 花了不少钱吧, 多少啊? 妈, 问送礼的人花多少钱是不礼貌的, 没多少? 哪来那么多洋规矩啊? 她喜滋滋地走到走廊, 对着亮, 把手反来覆去地看钻戒上的光。 天磊拿起一个电动修壶刀说, 爸, 这是送您的, 修壶子方便。 诺, 这里还有些古巴雪茄, 味道很好。 我知道您最爱抽雪茄了。 她父亲把修壶刀仔细观察了一下, 就放在一边, 先点燃了一只雪茄, 深深地吸了两口, 点了点头。 嗯, 味道果然不同, 其实你何必花费呢? 我几天也懒得修一次胡子。 我们的生活啊, 越来越简单喽, 我就种点花, 看看报。 你妈三天两头给天磊的孩子, 小容做衣服, 编毛线。 从前还出去看个电影, 打个小牌, 现在眼睛不太好, 干脆不看, 不打了。 诶, 我姐子高兴昏了头, 天磊怎么没来啊? 哦, 她让我和你说一声不来接飞机, 小容容身体不舒服, 她一两天就来看你。 她母亲说, 哦, 我离开美国前收到她一封信, 要我替她在日本买一串猪链, 嗯, 她现在和定雅过得怎么样, 她心里不大提, 我总念着。 唉, 结了婚, 两个人脾气再不合, 也只好互相容忍一下, 何况, 他们也是自由恋爱, 怨不得别人。 她父亲说, 前两年啊, 她闹着要离婚, 我们坚决不答应, 离婚不是中国人闹的玩意儿, 看现在还不是过得很好了吗? 不过啊, 她有时来台北住总是闷闷的, 不像结婚前那么快活。 她母亲说, 结婚前是女孩子家, 结婚后是成人, 哪能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 她父亲说, 天蕾觉得这句话不合逻辑, 但是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和父亲辩。 我走的那年, 她是一条粗粗的长辫子, 逗她的时候她总说, 我才不要什么男朋友呢, 跟在后面像影子似的, 让人觉得做什么都不方便, 想不到她现在不但有一个影子, 一大一小有两个, 实在难以想象她做母亲的模样。 她父亲取下学家, 望着她说, 你啊, 要不是那么挑三选四, 现在还不是做了父亲了吗? 是不是啊, 德芳, 我就不相信这些年你在美国没有遇见合议的人, 准是你眼光太高, 要不是就是忘不了那个张梅丽。 她母亲立刻接口说, 好了, 现在她回来了, 不是什么都解决了吗? 陈太太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她同意, 一山可以立刻和天蕾结婚, 你要报孙不就在眼前了吗? 哎, 倒不是我想报孙, 而是为了天蕾着想, 三十二三岁的人了, 还是关棍一条, 总不太好, 知道你的人, 知道你眼光高,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本身有什么毛病呢? 她母亲看见天蕾把烟蒂用力地在烟灰缸压洗, 两条梅紧紧地拉在一起, 知道她心里不乐意, 盲接口说, 我看你还是去把衣服去穿好了吧, 陈家也快来了。